亲爱的朋友 这期视频谈谈 恒电自媒体 恒电自媒体一潭死水枯竭了呀 这么长时间了 你看不知道拍啥了 也没啥热点 都很迷茫大家 我不说其他人嘛 就说和我合作的这些人吧 军少 和我合作的时候是不错吧 但现在呢 现在他的意思 要把抖音发展起来 发展不起来就到工厂里玩去了 后来就是浪哥 浪哥不跟我合作 现在凉凉了 那天我见浪哥了 我说浪哥你本事的 你赶快坐起来呀你 飞哥我都不说他了 旅途中的飞哥 原来我一直说 让他到大一根村跟着我搞秀 送经 他的发展以后估计也难呀 还有这个四十岁小伙 一个人踏上骑自行车 游的游的道路 是什么景象 还有老胡 老胡游远方游来游去 不跟着我的思路走游回家了 所以下一步 扬百万要跟着我的思路走 大家拭目以待吧 看看我的思路到底行不行 反正是恒电自媒体已经是困难重重 打开局面 具体什么活动 下期视频再给大家说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 拜拜